一般情况下 人是不需要经常掏耳朵的 在说明原因之前 先来介绍一下它 儿屎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丁宁 我们的外耳道软骨部 有一种腺体 叫做丁宁腺 它的分泌物 混合皮脂 及脱落的外耳道皮肤 干燥之后 就是我们所说的儿屎 是丁宁 因为名字带个屎字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它没有什么卵用 你猜其实它是很有用的 第一 它可以抑制细菌真菌的生长 防止外耳道感染 滚 第二 它能黏附一些灰尘和皮屑 同时还能防止一些小虫子 进入耳道深处 这只也太大了吧 第三 它还可以对强声波 起到缓冲作用 阻碍声波 对骨膜的伤害 丁宁分为两大类 干性和油性 干丁宁就是这种 比较酥脆的黄色薄片 如果你属于这种儿屎 一般不建议去掏 因为它会随着我们日常 咀嚼张口等动作 自己慢慢掉出来 一闲下来就频繁地掏耳屎 会损伤耳道皮肤 导致外耳道炎接种 还会让丁宁分泌增多 导致耳屎越挖越多 甚至一个不小心 会损伤骨膜 那什么情况下 需要去掏耳屎呢 第一种 很久没有掏耳朵 耳屎慢慢有点多了 可以适当又圆刃的玩耳勺 轻轻掏一下 第二种 你拥有一款油丁宁 就是那种黏糊糊成块油腻的耳屎 这类耳屎是不会自己掉出来的 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它会凝聚成团 最后变硬 堵在外耳道里 不要用这些工具 你需要一个细小的棉棒 轻轻打圈式清理一下就好了 不用清理得太干净 也不要太频繁 更不要一顿乱捅 把耳屎都捅进去了 一旦发现听力下降 耳朵痛 头痛 就要去医院找医生处理 我是花小落 我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博学的画家